好 此刻地表上的两场这个战争 我让这个亮哥来预言一下 马上要进入我们的这个龙年了 接下来这一年 这两场战争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一个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战火不断的外溢 那另外这个乌克兰 感觉上被全世界抛弃当中 那最近有一篇长的推文 是因为美国女性 从乌克兰访友回来之后 她调劣式的整理 写她在乌克兰所看到的一切 真的是跟西方媒体所报道的不太一样 她也知道了 她在美国看到的来自西方媒体的报道 这个很多是假的 比方说在她触目所及 大街上街道商店餐厅里面 几乎都没有男人 然后一代男人灭绝 然后呢白天军队一大早 清晨就在街上到处搜索 看有没有还在走路的男人 然后立刻绑架 绑架之后送往军队 送往前线 几乎没有任何的训练 就往前线去送 她说比方说她住的附近 她就亲眼看到有一名牙医在上班途中立刻被带走 留下了两个小孩 还有很多包括她说乌克兰的女人都在忙着什么呢 忙着行贿 行贿军方希望他们的男人早点回来 有的成功 有的不成功 每天她看到的在她附近 大概至少有三五具的遗体会被送回来等等 这是她看到的 然后她又看到从乌克兰人民眼中看到的胜利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看到很多乌克兰的反攻 说我这边又夺回了 从这个俄军手中又夺回了土地 但她觉得她能够理解到的是 乌克兰民众没有任何欣喜之色 因为夺回来的是一片废墟 完全不能够住人 什么都没有 就是家园残破 一片乌七妈黑 然后没水没电 所以那叫做胜利吗 而且她认为在当地的民众评估 至少有百万名男子 包括你的父亲 你的丈夫 你的儿子等等 通通都不在了 这些叫做胜利吗 所以她看到的胜利 跟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胜利也不一样 这篇推文引发了很多的这个回响 另外她还要告诉大家 乌克兰人根本不愿意 也不敢公开批评泽伦 因为这个是要进监狱的 也跟大家想象 乌克兰是透过民选不太一样 那当然了 这个泽伦的内部压力也很大 在去年底的一项民调就显示 他的民调不断在下崩 崩到62了 这还是内部的民调 但是这个总司令 总司令杂鲁日内的这个信任度 百分之八十八 比他高得多 那乌克兰政府的这个信任度 掉到了百分之二十几 更低 这是乌克兰的状况 那今年龙年快开年了 然后今年美国又有大选 如果川普胜选的话 会是泽伦的最大只黑天鹅吗 另外我让亮哥一起讲约时间的关系 包括中东的战火不断外移 还有一个是 以色列的压力锅也炸了 纳坦亚胡的私人官邸 被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大包围 要求家人赶快回来 要求政府赶快救人 在附近搭起了帐篷 还有呢 这个伊朗最近发生了一个不明的爆炸 但是没有看到烟 没有看到火光 伊朗政府含糊已对 说当天有架战斗机在附近飞了 因为飞得比较低了 飞得太猛 不小心突破了因素 产生了阴暴现象 那这个很多专家就去推估 这应该是伊朗又在自行研发生产武器 战斗机 也有的说是俄罗斯在提供的 亮哥怎么看待 预料一下这两场战争 乌克兰这个就是进入拉夫的阶段 当年国民党也碰过这个阶段 那拉夫还没有结束 表示后面还有更惨的 美国有做一个估计 大概到五月公务员的薪水就发不出来了 那他们现在不是在担心公务员薪水发不出来 是担心下一个月防空导弹就用完了 你防空导弹如果用完 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轰炸机可以随便开 那那个整个战局打法都会变成值的改变 也就是说乌克兰就会遭遇俄罗斯空军的轰炸 但那个就完全没有办法抵抗 所以现在欧洲 就是除了那个匈牙利之外 他们现在要把匈牙利踢掉了 就是要绕过匈牙利 想办法弄200亿给乌克兰 实际上那200亿不是要给他吃饭用的 是要买武器用的 也就是说防空导弹要赶快补给他了 不然这个战局就整个改变了 那我们且不要讲说 你还有没有多的炮弹可以打俄罗斯 那根本就非常困难了 因为零零星星打 就等于是游击队了 那就不是正规作战了 他们现在是在担心 他连防空导弹都没有 那就非常麻烦了 那现在是这样 我是觉得 这个乌克兰跟以色列都取决于 他那个政权内部会不会发生变化 因为现在就僵住了 比如说乌克兰那个武装部队指挥官 他的民调是远远超过泽伦斯基 他要求3月要改选 那泽伦斯基不要选举 就是他用战争来延长他的任期 那可是问题是这样的一种不同的声音 有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 最近有个匿名消息说 泽伦想把他解职 是啊 那我跟你讲 以色列也一样 以色列他那个战争内阁 现在内部出现了前参谋长 叫埃森康 他也跟纳坦雅胡有不同意见 他认为消灭哈马斯根本做不到 他说是在窒息7人 然后他所属的政党叫国家统一党 纳坦雅胡的党叫做Liquid 就是劳工党 那以色列劳工党现在的民调 从27跌到15% 然后国家统一党现在 从15%升到34% 那他们也要求纳坦雅胡要5月要改选 纳坦雅胡也拒绝 纳坦雅胡说战争怎么能选举 惊人的相似 惊人的相似 而且出来反对的人都是军人 而且一定要带兵官 然后以色列那个更明显 因为他的儿子从军 12月7号被打死 所以他有很高的正当性 讲这个话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等于是看美国了 美国要不要支持这种不一样的声音 因为美国在选举 对 那美国要不要结束 我认为就拜登必须要做一个决断 就是说你要不要把泽伦斯基跟纳坦雅胡换下来 他会不会弄错人 这个倒不会了 可是就是说这两个人不下来真的没有解 因为他们就是靠战争维持住他的权位 那目前如果这两个人还在上面 他就继续打仗 事实上乌克兰 你看到这个拉夫的观察到的现象 是因为 泽伦斯基宣布要征兵50万人 怎么可能 你50万人真的能够征到了 我看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 真的有办法的人早就跑了 因为他跑出去的人超过1000万 所以那个比较有钱的 有办法的人 那年轻人 现在都在欧洲 那泽伦斯基现在正在跟欧洲政府谈 说你们可不可以把他们递解回来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乌克兰在欧洲的那些人 还要跟欧洲的政府周旋 因为他们不愿意回去 那泽伦斯基要把他的征兵令 希望欧洲协助实施 找不到人 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现象 一定是真的 因为他真的找不到人 他找不到30岁以下 找不到 两个我补充一点 大家注意到 现在北约来讲有一个大演习 一直到5月份 9万人 9万人 对 动员最多的飞机战车 他就准备 就是准备放弃乌克兰 乌克兰战败的话 这9万人就准备顶上去了 所以他包括瑞典 这些都加入演习 就是要守北约 对对对 就是守北约 就是万一乌克兰战败的话 他们就就开始 可能北约就要防止 做最坏的打算 对 已经在做最坏打算 但是在美选期间 我说会在这个美选期间 乌克兰去宣布战败吗 他那个演习长达半年 对 到5月 对对拜登来讲 会是一个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吧 不是战败 而是要让一个新的声音出来 然后是你们自己要谈判 这个你不觉得 跟国民党也很像吗 蒋介石下台吧 李忠仁你去谈判吧 你不觉得有点像吗 美国我跟你讲 我在观察美国人介入的战争 如果不顺 他绝对不会认输的 他绝对不会说我战败了 不会 他会说是他们内部 有不同的意见啊 所以泽伦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 有人贪污啊 所以现在换人啊 他那个时候不是批评那个蒋家吗 也是这样批评 完全一样啊 跟贪污也是事实 当然乌克兰也是事实啊 当然是这样啊 拉坦雅吾坦白讲不是贪污啦 他就是路线上的差别啦 那可是这个就是 因为以色列人不太可能说 允许你去贪污这不太可能 可是就是他战略目标是出错了 因为有人去做估计啊 说哈马斯事实上以色列打到现在啊 10月7号打到现在 只消灭了不到三分之一 就表示 表示这个游击武装是很强刃的 所以他对现在还有办法发动反击啊 就这样啊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是不现实的 所以为什么 亲那台雅吾的军方他公开说 说还要再打一年啊 开玩笑让你打一年大家都不要活了 因为现在变成红海 那个湖赛武装的炮击跟这个联动嘛 那鸿海美国拿不出办法 那鸿海是从去年11月开始炮击 那本来只是运费增加嘛 现在后遗症都出来了 包括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 然后欧洲开始担心会通货膨胀 问题都开始了 那因为今年经济并不好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就变成说你加沙联动出红海嘛 那湖赛武装事实上正当性是非常高的 因为你们这些怕死的阿拉伯人都没有人敢出兵啊 那小弟帮你扛啊 那他们都乐于在背后给钱啊 给军火嘛就是这样嘛 对这个联动性很高 其实也联动到我们台湾 最近台湾不是缺药嘛 跟这个也有关系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准备合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前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就有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